看一下这个少女的卡组有多自闭 超重力网 让四星以上的怪兽不能攻击 堕天使玛丽 每回合能恢复200生命值 抱炎少女 玩家恢复生命值就能削减对面的生命值 当对面想破坏超重力网 自闭卡组还有套路 永久陷阱王宫的命令 可以让所有魔法卡无效 虽然包括她自己 但也要召唤四只炮灰羊羔 气气对面春丽 小表替自家媳妇填坑 机率呱啦一大堆 总之小贝发动炮灰羊羔不犯规 春丽怒了 她也有套路 召唤低宫大熊猫 效果根据对面灌兽数量 一只提升500分 并且大熊猫只有三颗星 然后就是开练 一脚踢翻羊羔 接着还有效果 可以无视灌兽守备状态 给予玩家攻击损伤 直接将小贝生命值削减到200 这边玉佳居然长他人志气 原来她听说过春丽 曾经被一群人围攻 最后成功突围 被誉为东方的打牌女王 接着就是自闭卡组的连招 自己恢复就能扣除对方500 并且小贝也学会根据局势硬卡 发动哥布林野生物 将场上的野生物破坏 每一只能恢复800生命值 这下局势再次逆转 并且因为生命值恢复 爆炎少女的效果再次发动 然后就是自闭卡组的精髓 注射天使莉莉 支付2000生命值 提升莉莉3000攻击力 然后就是打针 成功搞掉大熊猫 但春丽也不简单 发动五色彩云 效果将场上两只怪兽当作祭品 召唤七星的女武神 众人以为春丽喝了 但小表看得明白 这个怪兽可以以不攻击为代价 破坏对方的一张陷阱魔法 接着发动先输激愤 效果是魔法陷阱被破坏的玩家 会扣除1000生命值 众人直呼666 春丽还是有实力的 但小贝自闭卡组更加自闭 先恢复200生命值 发动爆炎少女效果 给予对方500伤害 之后将两只怪兽当作祭品 召唤自闭卡组中的王牌 圣女贞德